接下來全球第一線時間加入我們的就是翁呂中翁教授 等一下呢我們也都會有更多的詳細分析 翁教授你好 是 翠宇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關心第一個話題喔 就是川普他的這個支持度 其實現在呢 來到了史上最低 身價多少 身價只有34% 我們來看到其實在他的四年 任期平均的支持度只有41.4% 換算下來的話也都是最低的美國總統 而且我們把他的任期四年拉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Gallup的名標 他是在18號的時候公布的 到現在他的低點來到了34% 那他任內最高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2020年的年初 也就是去年年初的時候 來到了49% 之後呢稍微的往下滑 甚至你可以說在當時他選這個第二任 爭取連任的時候的支持度 都比現在還要再高 如果我們來比較歐巴馬先前的 最終民調支持度來看的話 當時他有59% 而且八年的平均支持度 是來到了47.9% 都比川普還要來得高 甚至呢 其實現在也是川普 要準備告別白宮的時刻 他也提出了最後的演說 來聽一下他說什麼 我們寫了很大的消息 財務人 美國遭遇了超級責任 和挑戰從外國 但我們最大的危險 是失誤的在自己身上 失誤的職業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請教 翁教授了 翁教授其實在這一次的川普告別演說當中 他其實似乎有留下伏筆 他提到說自己的運動才正要開始 其實也開始慢慢透露說 他接下來的政治動作 會不會再重新把川粉聚集起來呢 是 其實至於問到這個問題 我們一直以來都在分析 就是說川普卸任之後 到底有什麼樣的政治動作 我們從剛剛的民調可以看得出來 川普不但是史上最低名平均民調的總統 事實上他一路以來 他都沒有超過50%的民調支持度 這是在美國史上沒有發生過 至少在蓋洛普民調 進行總統支持度的民調當中 沒有任何一位史上的總統 不曾在任期當中 不曾超過50% 這換句話說代表什麼呢 換句話說代表的是 川普的支持者是非常鎖定在特定的族群 也就是說共和黨可能是死中的共和黨 甚至是極端的共和黨的族群 剛剛至於說在演說當中 是不是聽到了一些蛛絲馬跡呢 確實是我們剛在演說當中看見的是 川普仍然是非常強悍的 展現的是一種非常強悍的 強調美國的價值 強調美國這種英雄 英雄式的這個價值呢 這個價值確實是非常對 所謂的共和黨極端的 極度的支持者的這個 這個 或者是說他的這個喜歡的特質 領導人的特質 就是喜歡強悍的英雄式的領導人 對於川普而言 能不能夠掌握這些人 至少是20% 30% 雖然過去發生了這麼多的風 這個風風雨雨 但是川普仍然在卸任的時候 可以掌握到30% 很多人會說川普是史上最低支持度的總統 可是我們反過來說 不論如何都有30% 在支持川普這樣的一個總統的話 事實上也凸顯了美國確實有30%幾的民眾 他對於川普仍然始終支持 而且這30多%的民眾 確實是將來川普能不能再起的一個關鍵 尤其我們之前有說過 如果拜登四年 沒有辦法讓美國社會回到平穩的狀態 沒有辦法讓美國民眾滿意 這些不滿的情緒 是不是會加入到川普的陣營 反過來說 川普過去四年做得很好 我們還有待觀察 不過川普看起來 正在埋下這樣的種子 正在為自己未來鋪路 打算要重新再起 就是要從這30%的極端分子當中崛起 好 吳教授 從剛剛你的分析來看 雖然說他的民調 還有相關的滿意度 都是明顯偏低 只有34%左右 但是這34 都是非常鐵的34%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分析 但是也有人開始說 其實接下來馬上 Joe Biden要上任了 甚至他有人形容他的四年 是所謂的後川普時代 您怎麼看這樣的說法 確實是我們說所謂的後川普時代 我們會發現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一個領導風格 事實上像今天在美國 是所謂的川普任期的最後一天 對於拜登政府來說 他是上任前夕 就職前夕的最後一天 就職前夕 拜登做什麼事呢 就職前夕 今天晚上拜登在華盛頓特區 站在華盛頓紀念碑之前 帶著賀錦麗 來緬懷過去這一年當中 死難的這些COVID-19的受難者 而且也來對醫療人員 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做一個感恩的紀念行動 其實從這樣的一個領導風格 拜登想要傳遞的 很明顯的跟川普過去四年 想要以雄性英雄主義 主導的這種美國精神 是截然不同的 哪一種更能夠得到 美國人民的支持呢 以現在的疫情來說 拜登看起來用言行 來帶領美國 讓美國更團結 讓美國來扶貧傷痛 看起來到目前為止 拜登的支持度是節節上升 過去拜登可能支持度都在40% 大概剛剛過50% 可是最新的民調顯示 對於拜登的好感度 已經第一次來到了六成 其實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可能說可以說是蜜月期 也可以說美國民眾 確實在經歷了COVID之後 期待在後川普時代 看到一個截然不同的領導人 至少在身體力行上面 讓大家覺得這個國家 正在慢慢走回正常的軌道上 好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一下 Joe Biden他的內閣提名人選 而現在在進行的就是 這些內閣提名人 要在參議院進行所謂的聽證會 那我們來看到 其實現在包括 國務卿的提名人 還有財政部的提名人 甚至國防部長的提名人 基本上都表達一個氛圍 就是抗中的態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布林肯他是怎麼說 他說他是贊同蓬佩奧任地大陸在新疆 進行的種族滅絕 遺跡對大陸有誤導隱瞞疫情 所以說呢 對於解除對美台交往的限制 他表示說會依照台灣保證法 來仔細研究 另外再來我們來看到的 就是經濟部分 就是Yelen了 Yelen他是說 大陸是美國重要的策略競爭者 北京以什麼樣的手段呢 以傾銷貿易壁壘的手段 來削略美國公司的競爭力 所以說如何對中關係 他也認為必須未來要來好好討論 再來國防部長的提名人Austin 如果他真的是美國的第一位 這個國防部長是非裔的人選的話 我們來看到他也承認說 大陸是美國未來最大的威脅 整個戰略的重點會放在哪裡呢 就是亞洲了 他也認為說 不會容許大陸軍事的力量 來超越美國 而他詳細的內容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我們剛剛聽到的是Austin的一個說法喔 但是其實在這一次的聽 所謂的相關的會議上面 包括俄國 中國大陸 甚至伊朗的問題 在上面都有非常多的討論 但是大家覺得最吸睛的 還是所謂的抗中保台啦 以這樣的說法來說 我們台灣可以說是吃下定新聞嗎 其實我們在看美國國會的聽證會 尤其是這些即將上任的拜登團隊 他們對於中國政策 或者是牽涉到台灣的議題 我們都要非常的小心 而且要前後文都要看待 剛剛我們在很短的對話當中 其實已經聽到了 很多朋友會聽到 中國是美國的威脅 一步一步成為美國的威脅 但是其實前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強調的是 美國必須要考量現有的資源 我們一直以來都在說 拜登上任之後 面對最大的挑戰 是疫情還不穩定 經濟需要復甦 美國有多少的資源 可以來處理對外的事物 雖然我們聽到 美國的拜登團隊 也認識到了 中國是一個逐步崛起的威脅 但是我們必須要看完前後文 了解美國前面講的 剛剛包括國防部長 也在前面強調的是 以資源來配合所謂的政策 美國現有的資源 是不是能夠做出 所謂的打擊中國的政策 雖然中國的步步進逼 或者是戰略上面 變得更重要 可是我們知道戰略是一個長期的部署 他並不是一個短期的部署 而且我們之前也分析過 Loy Austin將軍他是中東專家 為什麼會把中東專家 放在國防部長的位置上 我們必須要先了解 戰略是長期的 以長期來說 美國必須要考量到中國大陸的崛起 可是短期目前在今天的聽證會當中 其實Austin將軍後半段有強調說 現在美國短期內遇到最不穩定的因素 就是在中東 所以我們之前跟 符合我們之前的分析 把Loy Austin將軍放在國防部 其實是因為要因應短期的 軍事上面的變化 對於短期軍事上面的變化 必須要積極的進行快速的部署 這一點呢 需要一個對中東非常熟悉的國防部長 才能夠因應 至於說長期的中國政策 他需要從長記憶 我們在今天所有政府官員的 聽證會當中 講到中國 雖然也就都有一定的定調 就是說要抵抗中國 要跟中國保持競爭的關係 可是大家也可以聽得出來 這樣的競爭關係 手法上會跟川普時代完全不同 這一點是我們在台灣 聽到所謂的抗中的問題上 雖然會張大耳朵 放大耳朵來聽 可是也要看前後文 他們對於中國的策略 到底會是強硬的對抗 還是用其他的手段 來配合抗中來進行執行 那麼還要一點關鍵是 台灣要思考的是 美國人在講 美國政府官員在講 抗中的時候 是不是跟保台 兩個是畫上等號的 抗中是不是代表保台 如果我們覺得這兩件事情 畫上等號 基本上我們有一個前提的假設 假設是美國要抗中 必須保台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美國是不是抗中 一定只有保台這張牌可以打 如果大家覺得不見得 那麼我們就必須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說 要了解前後關係 到底台灣在 團隊眼中 扮演的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或者是一張什麼樣的牌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剛剛也提到了 準國務卿布林肯 也表示說 美國對台承諾不會改變 而且會持續 確保台灣有自我 自我的這個防衛能力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就職前夕拜登在家鄉德拉瓦州發表告別演說 想起哀世的長子一度哽咽 講完話拜登還轉頭是淚 他跟妻子吉兒在聚集前一天動身前往華府 一起出席國家廣場的新冠病毒疑難者追思會 現場點亮四百根燈 象徵閉墨四十萬元 同一天美國參議院召開 閣員確認聽證會聚焦防範中共威脅 國務院對台承諾不變 財政部長葉倫也認同要繼續川普的抗中路線 內閣聽證會勾勒出美國新政府的對中方向 拜登依傳統操百公企業對面的布萊爾弓 等待隔天一早 台灣時間凌晨一點 宣誓成為美國新總統 體力不新聞綜合報導 好其實我們剛剛聽到了非常多 準內閣對於整個美國對外的一個應對的態度 但是其實現在我們一直在強調的是 Joe Biden一上任馬上一定是 內政大於外交一個這樣的方式 而且現在如果我們來看到 現在也傳出他上任 一上任馬上要頒布十二道的行政命令 這跟他其實現在基本上他所提出的內閣成員 都還沒有通過所謂聽證會的認證有關係 如果零內閣的狀況之下 這樣上任的狀況之下 對他的施政會造成什麼樣影響嗎 汪教授 其實拜登上任之後他就職典禮當天 宣誓就職之後他就有總統的權利 所以他所謂的傳出他即將要推動 所謂的十二道金牌或者十二道行政命令 是立刻可以生效的 這不需要等到內閣的認證通過 只不過內閣的認證當然很重要 因為內閣認證之後才可以 所有的閣員才可以開始讓政府的機器運轉 不過到目前為止看不出有任何內閣 可能會被否決的一個跡象 不過剛剛至於我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我們新聞片段當中 有聽到這些重要的內閣官員 對於中國議題的一些發言 如同我們剛剛前一段所分析的 其實我們看內閣官 拜登團隊對於台灣 對於中國的議題 他們的講話 其實是非常傳統式的外交官的說法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特別的小心 特別要注意前後文 尤其是剛剛布林肯 未來的國務卿準國務卿 他談到台灣的時候 重點在於 要幫助台灣具有自我的防衛能力 我想這一點是台灣要聽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強調要幫助台灣在國際上有影響力 但是後面有一段話 是說在國際組織當中 尤其是那些不需要把台灣 視為國家地位的國際組織 我想全文聽下來 你坦白說我今天聽完了整個記者會 全文聽下來的感受是 台灣在面對拜登團隊 會跟川普時代 會有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外交的處境 未來如何因應我們真的要跟拜登的團隊 進行更緊密的聯繫 才有辦法在台灣的利益跟美中台的關係當中 找到平衡 這點非常重要 那教授我想要請教一下 有個觀察點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是來解讀一下 就是呢 我們的駐美代表 基本上也沒有拿到所謂的這個邀請函 就職典禮的邀請函 這件事是不是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 還有需要再多努力嗎 還是是因為真的是大環境 包括疫情還有包括維安的因素所導致的 我想是至於這個觀察很重要 當然也是很多台灣朋友在關心的 但我們必須要很持平的說 對今年的大環境 以及華府的維安的狀況 我們在新聞都看得到 確實今年整個就職典禮 它的規模是說的非常小的 就按照媒體的說法 以及美國政府的公告 包括了國會議員 435位再加100位的參議員 他們所能帶領的這個觀禮的人數 也只有自己 再加上自己的伴侶兩張票而已 連國會議員都只能拿到兩張門票的情況之下 可以想見今年華府的緊張氣勢 再加上情勢 再加上疫情 導致對於這個典禮本身 對外開放的本來幅度就很有限 所以今年不見得是沒有收到邀請函 就代表說我們的關係生變 或者是我們關係還不是那麼接近 我們必須很持平的說 但是我們說了 過去這段時間 包括了川普即將離任的川普團隊 在國務院所做出來的這些決定 到底有沒有跟台灣有緊密的做結合 我們好像是被蒙在鼓裡 好像是被通知的一方 這一點未來是不是有加強跟改進的空間 確實值得大家討論 尤其是跟拜登的團隊 我們剛剛一再強調 拜登的團隊是非常傳統的美國外交官體系 都非常的專業 可是專業的背後代表的是 他們講出來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要非常小心 絕對不能用前文或者是後文 截斷來做判斷 這些專業的外交官 我們在說專業的外交官 每一個字都用的非常精準 這一點是我們要特別特別注意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就是美伊關係了 現在周拜登馬上要上任了 但伊朗舉行了半個月之內的第五場演習 包括是陸軍的地面部隊在阿邁關的沿岸 展開了大規模的海陸空演練 可能畫面上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包括是伊朗的國營媒體也報導說 這場演習其實出動了包括空降部隊 特種部隊等等在東南部展開演練 外界其實就認為說這跟周拜登馬上就要上任有關係 所以我就想要來請教教授一下 包括其實現在伊朗是頻頻的舉辦軍演 甚至他以這個大秀軍事肌肉 甚至也制裁了包括川普跟龐佩奧在這個伊朗 當地是沒有辦法有一些制產的情況 但是呢其實目前看起來這個政治動作應該還是居多了 牽制是不是其實也等同說他是要牽制拜登的新政府 法國其實也發言希望說 美伊的核協議是不是可以好好坐下來談 甚至呢在美國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方面 其實現在是等於說 現在伊朗也很希望 周拜登馬上趕快給個答案 其實至於你的觀察非常的精準 確實這是一個政治象徵的動作比較大 事實上伊朗一直希望美國可以重新回到談判桌上 回到2018年的核協議 因為2018年川普政府片面的決定要退出伊朗的核協議 當然這核協議是在歐巴馬時期 如果大家翻開拜登的這個國安團隊就會發現 其實很多包括Jack Sullivan 布林肯等人都在當年核協議的談判過程當中是參與者 所以他們對於伊朗是非常熟悉的 法國提出的這些警道或者是呼籲是希望中東可以和平 不過我們看到布林肯對於伊朗事件 軍事演習的回應 非常的微妙 我們說他們是專業外交官 布林肯的回答是說 他覺得伊朗的問題現在比較複雜 他們覺得應該要冷處理 換句話說是希望等到伊朗冷靜一點 不要再吵了 冷靜一點我們會跟你談 事實上會把這樣的冷處理 會讓伊朗感覺到更著急 畢竟伊朗是被經濟制裁的一方 對於伊朗來說 現在他們需要美國回到核協議的談判桌 原因是因為受到疫情打擊到經濟 再加上經濟制裁 造成伊朗國內民生經濟的部分 受到重大的影響 所以伊朗是積極的希望 美國趕快回來談判 趕快解決伊朗的這些問題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軍事演習的動作 政治動作象徵意義 遠遠大於他真的想要發起挑起一些爭鬥 那當然美國我們說 專業的外交官他知道怎麼 來應對伊朗的局勢 尤其是現在拜登的團隊當中 非常多人當年都是參與 伊朗核協議談判的主要成員 所以他們的反應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在伊朗的問題上面 會採取所謂的外交手法 過一陣子之後等伊朗安靜下來 冷靜下來之後 我相信美國的拜登團隊 會重回談判桌 跟伊朗來進行協調 當然了難度是加深的 因為現在的美國 在整個歐洲國家當中 他的信賴度是大幅的降低 經過拜登四年之後 是大幅的降低 能不能取得各個歐洲盟國的信任 或者是信賴 一起來跟他一起來制衡伊朗 這一點我相信拜登團隊 也需要一點時間 來重新修補關係 不過外交手段 確實是拜登的強項 這一點我們應該可以 看到中東的情勢 會有比較穩定的發展 所以接下來就看到 美國怎麼重回 所謂的世界舞台 在今天也非常謝謝 這個翁教授 跟我們繼續連線 給我們提供 這麼精疲的分析 謝謝